滚蛋吧废话 泰森的偶像竟然是他 你肯定想不到 泰森非常崇拜毛主席 并且他右臂上闻的是毛主席的图像 你知道吗 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生物 其实是一只三岁的流浪狗 苏联小狗莱卡 目前它已经围绕地球 漂泊65年了 它为人类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我见过的最尴尬的密活 不知道是哪位网友发现了火情 就立即报了警 等消防车过来看到火情后 尴尬的警笛都关了 这就是火情 报警的人真是个老六 一抛尿就能解决的事 在战场上如果贪生怕死 可以投降吗 不能 战场上投降是犯法的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投降后还为敌人服务 那就等着爱枪子吧 火葬场真能把人烧成灰吗 这个问题一度成为了 每个人心中的困惑 尸体火化后是烧不出骨灰的 因为骨头的溶点高达1430度 而火化炉的温度 基本上不到1000度 最后会变成骨头茶子 绝不可能直接烧成灰 什么高僧火化后会有舍利子 而普通人只有骨灰呢 据不可靠消息 舍利子可能是和尚长期吃素 导致的肾结石 公海杀人不犯法 电影里面总是这么说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按照鼠人管辖这条法律 就是你是哪个国家的 国家就要管 比如老吴在中国犯罪 他13年后回到加拿大 他还会受到加拿大的审判 所以在公海杀人 根本不可能逃避法律的管理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养无毛猫呢 这种猫是为了给过敏的 爱摸人是专门培养的 他们不存在掉毛 而且他们性格好 很热情 智商高 对主人忠心耿耿 家人们不要说话 用你们那的方言这么说 我们这是败坑琴 你们那是啥 我看有没有老乡